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欢迎收看林海洋频道 今年是2024年上半年 好上半年的说要生效 运势大解析来 好希望大家先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按下小铃铛 我想2024年是一个全新的一年 有没有发现我穿到红彤彤的呢 好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 2024年走火运 火运到来呢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运势 会影响到我们呢 天干走甲木 我先讲一下 2024年的甲成年 连针化路 破均化全 五曲化歌 太阳化季 八字是甲成年 丙隐月 甲成日 甲子时 好那在2024年的开春之际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面对 整个2024年的上半年 上半年走甲木 甲木的话就是浴火会焚烧 所以木会干燥 那木要干燥的话 就是说甲木的人要特别注意 在上半年的时间 尤其是你是甲年出生的人 在上半年必经历经 比较千辛万苦一点 不过下半年就开始走好运了 因为甲木的长生在害 它喜欢水 所以你要多喝水 多喝水的运势就会变好 因为龙 龙是可以当海龙王 或是天上之龙 每一个人的解义不同 不过我要告诉大家 最重要的话 就是在2024年的连针化路 加太阳化季是什么 连针化路跟太阳化季代表说 我们在事业工作上面 虽然很努力 但是好像还是有些阻碍 有些混沌不明的意思 那也代表说 我们在工作之上上面 需要加把劲 虽然你现在看不到太阳 但是没有关系 下半年总有好运势到来 迫针化全的话 代表说我们虽然是用的权力 跟欲望太多了 但是迫针是破坏以后再整合 那在整合的同时 这个化全代表说 你不要滥用你的权力 因为权技交战灾更重 所以千千万万 我们在职场上面 不可以滥用权力 所以你滥用权力以后 运势就不会好 好 五曲化科 五曲心是一颗财心 他化科美其名就是说 大家都想办法来拯救我们的财运 那化科也代表说我们学习 你要更好的钱财 更好的财运 你就要不断的学习专业技能 如果你专业技能不够 专业知识不够 像我就是在这个业界三十年 三十年我能够靠着这个八字 紫微朵数 五行来解译给大家了解 就是我专业要加强 就这个意思 你的专业有够强吗 不管你是学科技的 或者学会计的 不管你是哪一种行业 你必须要加强你的专业 太阳化剂跟五曲化科有什么解译呢 第一个五曲化科就说你想赚更多的钱 要日以继业的努力啦 太阳化剂说太阳下山以后你也必须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怎么样的好好的工作 然后你可能做不完的事情是不是利用一些晚上的时间也来做一点呢 这对你来讲也是蛮好的 像我晚上要做什么 我要写功课啊 像这些功课怎么来的 就是我利用时间写出来的咯 好所以我们在整个运势上面来看的话呢 在整个的流年上面上半年走甲木呢 甲木呢他洗水 那么甲木人必是经过历经千辛万难 而获得名声 而且获得好运的人 所以呢在中晚年以后呢 反而是更好 甲木如果没有受过磨难 没有受个责难的话呢 运势不会太旺 因为你都没有吃过苦啊 甲木人就是要吃过苦 所以我们在甲木年呢 必经历经千辛万苦的意思啦 好那既然要历经千辛万苦 我们最怕在农历五月份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我先提示大家 甲木的木呢在隐功的话呢 也是木生生不息的运势 因为它有六河道害水哦 因为呢隐功跟亥功是六河 所以呢它有害水 那其实木要什么 要金来克哦 没有金的话呢 代表这个木呢 不雕不成器 会变成朱木不可雕也 朱木才不能雕 所以我们要成材的话呢 要经过雕琢 要经过雕刻 也代表说 你要成为一尊佛像 或者一尊观工 你就必须要庆故磨难跟雕刻 如果你不运受到磨难跟雕刻 你的运势就不会太旺哦 所以呢需要水跟金来助望我们的运势 那么甲木需要什么 需要土 那土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土师有才 土呢能够让木呢生生不息 变成神木 所以呢你的土地范围要辽阔 也代表说你在职场上面呢 可能要多付出一点心力 那个浮原遥阔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说这个不做那个不做 那就可能变成小小的土地 就对你来讲帮助不大 就不可能成为神木 所以呢我们在甲年的话呢 要成为神木要什么 要大片的土地 要大量的水哦 才能够让我们呢 在这个木才能够成长茁壮 但成长茁壮以后还要什么 要金来客哦 不用怕遇到困境 不用怕遇到困难 每一个人都会历经 当总统又历经困难跟困境的 哪里会没有 每一个国家都有的 那何况是一个人呢 一个企业呢 都一样要历经困难 才能够让我们在未来呢 生生不息 而且呢叼成一尊大佛 太好了 所以呢朽木就不可叼也 所以千万不能太多 水或者干燥的土 那些对你帮助都不大 如果你没有金来客的话 你也是不过是一颗神木而已 所以不用怕遇到困难 这就是在2024年呢 给你最好的解忆了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甲木尘土属火 犯太岁的有四个生肖 来属龙的是正座太岁 属狗的是正冲太岁 太岁片冲有牛跟羊 另外一个呢是兔子 就是害太岁 好这五个生肖 其实在2020年都要特别谨慎跟注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山河生子尘就是龙属猴 生就是猴子 子就是老鼠 尘就是龙 好这个尘土有子的水的话呢 也非常好 有生的金也非常好 为什么我刚才不是讲过吗 你一颗神木呢要有土嘛 对不对 它才会成长 但没有水不行 所以它有子水 所以今年是不是 你除了这个生子尘的山河 是一个大好运以外呢 还有猴子的生呢是代表是雕刻嘛 所以金嘛 金就可以雕刻这个神木啊 变成一尊大佛的意思 所以呢在今年呢 这三个生肖呢 好好地加油一下咯 就是你的转育年 所以属龙的也不用怕 不用太担心 你要呢飞上枝头变凤凰 你要变成如脚龙一般的在天之龙 或者呢在海为海龙王的话呢 你都需要经过磨练的 那六合有的鸡呢 这个鸡呢在今年呢 真是太旺了 紫威龙德都在你身上哦 所以呢 属鸡的朋友呢 今年也是非常好 堆跪在丑位 牛跟羊虽然偏充犯太岁嘛 但是呢还是有贵人哦 一个男跪女跪 男跪在牛 女跪在羊 堆跪在保 兔子虽然有害太岁嘛 但是呢还有堆跪心 你也不用太担心 堆路在尹 好财路心落在老虎的公围 但老虎煞心很多哦 所以你要小心哦 不要呢得意忘形哦 堆马再引哦 那也是在老虎 所以要快马加鞭 赶快呢成就自己哦 才是你2024年最好的运势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香葱再续再拱 输口都不用担心哦 虽然有正葱嘛 哎代表你今年稍微富贤一点哦 不要急急硬的想赚钱而已哦 尤其是动工的事情不能随便动工哦 比如说你要盖房子啦 买卖房子啦 这个要特别小心 还有钱财上面的运作要特别注意哦 不要想说我这个没钱赚 那个没钱赚 你还想去投资 结果前面赚来的钱全部投进去以后 你反而是煞雨而归哦 那会很惨 所以呢希望属狗的朋友呢 不要一直急着想赚钱 让自己修身养习一阵子哦 好不好 农历三月以后呢 底定后哦 再来做打算哦 那丑味呢 三煞在丑味就是牛跟羊 也代表你牛跟羊在今年的运势上面呢 会有一些状况出现 不要太乐观哦 但是也不要太悲观 我们要平常心来看待 那太过乐观就是说 啊好人家叫投资就投资 人家叫去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对你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 要特别小心哦 所以呢属牛跟属羊的朋友呢 虽然有贵人嘛 但是呢不要太过大意 大意施金中 这样大家知道哦 好三行星在龙 这个层的龙呢 有三行星代表呢 自我行客 因为属龙的人本来就会自我行客 那自我行客代表什么呢 就是这个哪壶不开提哪壶 然后呢不该参的酱你偏偏参酱 就莫名其妙的事情会一大堆啦 第一个不要跟人家合作 第二个呢钱财管理好 第三个呢健康注意 这三件事情是重要在今年三行星里面 你必须要小心的 人际关系的处理呢也非常重要 因为工作事业跟人际关系绝对关联性的 所以呢不要去得罪别人咯 好所以小人就不会在我们身旁 见任在老油 好属兔跟属鸡的呢 有见任心 也代表说不要呢太过骄傲 好虽然你今年运势变好了 也不能太过骄傲哦 以免呢人家落井下石哦 见任心就针锋相对对着你来哦 也代表你比较容易有意外之灾 好所以呢也除了这个以外 还要注意血光之灾好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属猴的 属猴的在2024年呢 到底有什么样的运势呢 好又好又快哦 所以呢吉凶参半 而且呢你今年会到呢 属龙的三合 那属龙的三合也代表说 你在整个年度里面呢 要特别加强注意的财运哦 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属猴的幸运色 金色米色天空蓝红色跟紫色 贵人是属蛇属鸡跟属猪 今年三合生子城 好三合太岁龙年呢 是一个新旧更换的一年 尤其在工作职场上面 需要重新开箱整顿 很多矛盾的心态 是要从自己吞下去的 绝不能够分享给别人你的困难 不要再告诉别人没有用的 在职场上面 生涯上面呢 重新做规划 能力虽破肯定的但喜忠有忧 你的能力要不要再继续加强了 因为喜忠有忧代表说 看起来好的地方 但实际上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事情 心态上是要改变 生涯上重新做好新规划 那运势开高走低 就是你开高 但是往下走 那就糟糕了 智慧相当复杂 所以你在工作职场上的那种 不开心的事情还蛮多的 因煞心与急心不能相抵消 比较好的东西跟坏的东西 它不能相抵消 所以你会做起来有点无力感 没有关系 但是虽然是这样子嘛 流年上的迁移工还好有一个露存心 它是属于正财心不是偏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开高走低 那实际上呢很多变数呢 骤增 连路上要有乘风破浪的 权力初级的行动力 想要风云在起 必须呢以动力改变现有的一切 不可测的事情 那你不能只是做 不可观心望斗的毫无知觉 或者将斗志呢 应该要化为动力 你要把你的斗志拿出来 然后增加你的动力 动力要更强 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竞争 上半年仍需挑战 难度重重的工作及事业 迈入年度压力 竞争角逐的上半年 加紧灌溉荒芜的原地 因为今年基本上你是还有贵人助工 这个赐福给你 所以要把贵人的衣角拉紧一点 所以不要与人结怨 也不要与人结粮子 所以将自己的自信 包括你的沟通还有你的工作效率 作为成功的关键点 这是你在上半年你必须要做到的 因为木是什么要生生不息 你要加很多的水进去 加水代表什么 你要注入能量 你没有注入能量 那个水的能量就出不来 水是什么 波动 水是他放在一个方形的盒子里面 他就是变成方形的水 放在圆形的就变成圆形 代表什么 你要柔软 你要更柔软的来改变你自己现在现况 如果你的改变没有增加的话 你的运势就不会旺 在财运上面流年至农历三月 财先受困有志难生 成果有倒退之下 在财运上面是有倒退之下 反观远方求财比较容易 所以你可能到比较远的地方 比如说高雄台中 在高雄回到台北或者到花东 甚至到台中 你要往远方去发展 海外的合作也可以 有利益有财运的收入 财入在允工就是远方求财 但仅限于正财 不利于偏财及爆发财 所以你想我要爆发财很难 除非你有刚好的运势 因此业外投资要更加谨慎为上策 所以不能随便投机投资 投机的事业不能做 好那财运上面 除了本年度容易产生 有财无库的状态之外 建议换一个台湾老师的皮夹 来帮助你自己的带来一些 更好的一些财库跟财运 其实我很少推荐东西 但是我还是要建议大家 你今天检视一下你的皮夹 你的聚宝盆在不在 你聚宝盆是不是烂掉了 如果你的聚宝盆烂掉 换一个新的 皮夹烂掉 更换一个新的 要不然你的钱进不来 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在20岁30岁40岁 所赚的钱都不一样 为什么到40岁有人发财万贯呢 因为他有注重他的才能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注重他人际关系 这些都可以让他自己呢 运势更旺更快更好的一个运势 所以呢我们在今年的 流年的财伯宫呢 跟财库宫里面呢 其实成在隆的位置呢 三合 就是你太岁破财库嘛 太岁破财库 你是不是要好好的来 锁住你的财库呢 如果你没有锁住你的财库 运势就在整个上半年就几乎要完蛋了啦 因为农历三月 农历三月之前你都没有做好布局 你怎么可能赚到钱呢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看你的爱情运 上半年总是呢 心神不定喜欢的人呢 产生会对这个喜欢的人产生爱跟痴迷 二月份的连生化季呢 碰到呢调整 调性价值 价值观呢 不同的对象 所以呢建议不要深入的交往 你如果在二月份这个月呢 政治的性对象 他跟你的价值观不同 你就不要再走下去了 那二月份的属性是三月份的对象 其 就是三月份以后的对象呢 和谐 共融 那你会产生爱跟痴迷 但反对方心有所属 如果对方心有所属 像这样的话呢 你要开始可以考虑一下 做一些疗愈之旅啊 轻旅行也可以 好 如果你已经陷入感情的漩涡里面 要想办法拔出来 好不好 那这个是你在今年度必须要做到的 好 那其实你的扑异工并不差哦 你的扑异工是基本上还是 没有很好 但有贵人 所以你如果找别人帮忙介绍对象的话 反而是更好一点 你的好对象呢 其实今年最好的对象是属蛇 属鸡啊 或者呢 是属马 这三个生肖对你来讲 属猪也都可以 这四个生肖蛮不错 如果你要找到这样的对象 其实非常恭喜你 那接下来我们看健康 连针化剂加太阳化剂容易因工作职场转换角色的不能致应 有脑混沌的情况 脑筋混沌 及欠缺良好的睡眠品质 因此呢 亦出现了 类似的恐慌症及躁愈症 心脏啊 还有呢 脑部啊 血管疾病 要特别小心 因为身体较为虚弱 因此呢 要小心感染 Codinitis及流感的病症 你除了本来原有的病症以外 这个月呢 会有救急复发的现象 那比如说筋骨痠痛啊 或者腰痠背痛呢 都是救急复发 偏头痛这些都属于呢 或者胃食道逆流 你还是要特别特别的谨慎 不过今年胃食道逆流 应该会好一点 好以上呢 是属猴的生肖运势 希望你们喜欢 还有呢 要提示你们的东西呢 提示你们的不好的事情 还是要尽量避免跟小心 好 谢谢大家帮我按照分享 开订阅按小铃铛